哇,好美哦 哎,扛起来 嗨,大家 我现在在那个法国 从Leon往上一点,就是中部的位置 因为男朋友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她的房间比我的要 高端上许多 因为外面就是 一个很漂亮的湖 然后她家这边 就是因为靠谷嘛,然后这一整栋楼的屋檐上都有燕子的窝 很有意思 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是整个屋檐上都是这样 给你们看看这是我男朋友的午餐 你们很健康 做个冰美食 哎,其实不用放满 我直接放冰箱就好了 我什么现在放冰 应该放完冰箱拿出来之后再放冰吧 可是你不是现在要喝吗 可是现在放三块冰 能把它降下来吗 我就把它放进冰箱吧 这是我之前送给她的一个烹火龙 哭吗 哭不哭 喜不喜欢 喜欢喜不喜欢 没有感受到她家比我家胖了 哦,她发出那种风的声音 好吃 我家都没有咖啡机 也做不了冰美食 我家甚至连那个放冰块的东西都没有 你可以自己去买 可能就是没有你这么多爱生活吧 什么假的 不知道 然后还有一件重要事情没有说 因为前面有一个视频是说我考试啊面试之类的 但事实是我并没有过 我在那个Listadong里面的倒数第二名 不会有人就是被录了然后没去 因为Listadong就是一个如果被录的人不去 然后就会轮到你这样 所以还是没戏 大家如果是觉得要考试啊或者干什么的 就不要听我关于面试那一套BB了 反正会闭不过 好可爱 好可爱 太可爱了吧 人要把她的行车停在这里啊 是我之前送给她的Listadong里面 包装有没有很美 我包装怎么拿到的来说 就像这种意外 是我之前送的一个万花档 哎呀太羞 扛起来 天哪后面是这样 是我之前就是大学的一个同学 他自己所工作的 怼得近吗 怼一下这边 哇 哇好漂亮 天哪怼得近呢 我等一下你别动 OK 把它放回去 多好的礼物 有没有 没有 有 你看这个风景比我家的好多啦 你们知道我们家的样子吗 刚刚做完运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看一下窗口飞的鸟